他會給你內容說想演員啊 因為我單身所以我可以喜歡你啊 就是對那種 那種財經過一面的人講這種話 那個時候是北科大的主理教授 你叫一個主理教授給你跑什麼 你又不會 瘋狂開始 8點打電話 8點01分問說文宣OK嗎 8點47分又打了一通電話 8點48分說 文宣你不反對的話我就發送了 我就跟他說不好意思我真的很為難啊怎樣怎樣 他就說不行啦 你一定要來幫我站台啦 你如果不幫我站台齁 喔我我我 後面那句話太誇張了 我就不講 那個我 第一個呢 我想先問你對鍾小平這個人的看法 因為我昨天已經去提告了 他不只在政論節目上面造謠 而且呢 他還含血噴人的 隨便污止柯文哲主席 拿了金華城3-4億的公關費 你覺得就你跟他的相處這樣子的人 是不是毫無下限 沒有啦他就是很喜歡 很喜歡 讓大家注意到他啦 對然後所以他有時候 對 很喜歡大家注意到他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一直在刷唇在桿 因為他對我們像我們私下互動 他給我的感覺他也是一直在刷存在感啊 對他就是不停在刷存在感 可能會講一些讓我覺得 你怎麼會講這種話出來 你引起我的注意之類的 他會給點內容什麼想演言啊 因為我單身所以我可以喜歡你啊 就是對那種 那種才見過一面的人講這種話 然後要不然就是 就是因為我 我是說約一起跑行程 我不是說約炮行程 我說約一起跑行程 炮行程 那個行程超 那個小時 他約我去 那不很奇怪嗎 而且他後來花了18個小時跑完那個行程 雖然他只叫我跑一半 可是你叫我配一頭 九個小時行程不是也很怪嗎 而且我是路人 我那時候只是北科大的助理教授 你叫一個助理教授陪你跑行程 是有什麼問題 他叫你陪他 陪他跑行程 來我們萬華跑行程嗎 不是是去外地 去外地什麼外地 對 然後我當然不可能去 我怎麼可能去跑那個行程 那個行程後來他花了18個小時 那時候我以為要20個小時 然後我當然會拒絕啊 反正呢 就是去年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這個同仁們 大家都各式各樣的 不管要拚選舉啊等等的 當然他也是一樣啊 要來找我們合作啊 要來希望我們可以幫忙站台啊 那當時就覺得說 民眾黨怎樣怎樣 要在這邊 要希望可以支持他 要幫他站台啊等等的 這個那個時候很殷切 很殷勤 不斷的不斷的通通的 一直瘋狂的打電話給我 然後 在晚上的10點42分 傳了一份文宣圖給我 已經幫我做好了 告訴我說 喔你已經就是要幫忙支持我了 然後我都已經幫你做好了 問說可以發送嗎 問號 接著打了一通未接來電 接著我告訴他說 不好意思 我 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希望這份文宣不要發送 那我也 並沒有要再站台的意思 所以 請他可以體諒 那畢竟是議會的前輩嘛 那我也希望說他可以體諒我 然後 感謝他對我們這些後輩的提系跟照顧 哇 瘋狂開始 8點打電話 8點01分 問說文宣OK嗎 8點47分 又打了一通電話 8點48分 說喔文宣你不反對的話 我就發送了 蛤 蛤 文宣你不反對的話 我就發送了 哇 什麼 蛤 然後 這個中間還有一個過程 可以跟大家分享 中間呢 我們總是有通上了一通電話 我也再次跟他表達了我的難處 我的難處 以及我為什麼 有什麼什麼什麼 我覺得很為難等等的 希望他不要為難我這樣子 他就這個告訴我說 因為對面很吵 對方對面很吵 那感覺很敲鑼打鼓 很吵很吵這樣 我們就很吵的一直在對話 我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我真的很為難啊 怎樣怎樣 他就說不行啦 你一定要來幫我站台啦 你如果不幫我站台齁 喔 我我我 後面那句話太誇張了 所以我就不講了 那個我 就是這樣 哈哈 最好笑的就是 使用電話有個真的 我剛剛不是說對面很吵嗎 電話的另一頭很吵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正站在這個 站車上面在掃街 站車是什麼 就是那種吉普車 平常候選人不是選到最後 都要站在吉普車上嗎 他就說 欸我旁邊現在站的是 蔣萬安市長 你跟他講一下 你跟他講一下 電話就拿給蔣萬 蔣萬此時就把電話接起來說 呃 議員好 然後我就說 呃 市長好 呃 呃 欸對 祝你順利 好 呃 就這樣 呃 謝謝謝謝 他說 啊謝謝謝謝謝謝 然後電話又轉回去給他 始終電話有個真的 就是站在旁邊的蔣萬安市長 所以呢 這個去年的選舉呢 大家是如何如何 希望我們可以去幫忙站台的 今年的表現又是如何又如何 我覺得大家 可受公平自由新增好不好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個 小小的笑話 小小的花絮